哈囉,大家好,我是居然 那今天在直播的時候,我都還沒打完第一場 然後就好像有人已經遇到EX關卡的樣子 那我後來也遇到啦,所以我們就來打打看吧 好,那我的隊伍就是一隻搞瑪瑙兩隻凱特希跟一隻流生十兵衛 那凱特希的話我個人覺得是這關最試鎮 原因是他除了對應基本的反中反反之外 他還額外有反傷 那這關的傷臂雖然嚕一下不是很痛 但是你多弄幾次的話還是蠻有感的 所以傷臂這個東西能反就反會比較好 然後再加上凱特希的友情啊 能吃到超平衡嘛,也蠻強的 那就像現在這個樣子 你看喔,我們現在這樣沒有成功卡進去 但是凱特希的友情還是成功把這個傷臂怪給補刀死了 OK,那帶搞瑪瑙的原因就是 他是速度型嘛,那配合這個凱特希的聯西條件 那假如說你沒有搞瑪瑙的話 你可以隨便帶一隻韻角 就上來這樣子 只是說就沒有辦法像帶搞瑪瑙一樣 那麼好打這樣子 但是還是可以打的 基本上以凱特希的試鎮程度 我是覺得值得犧牲一個位子去帶韻角的 那最後就是流生啦 流生我個人是覺得就... 單純對應而已啦 整體來說沒有什麼用 我帶他只是因為我真的小杖沒角色而已 OK,那前兩關都還蠻單純的 就是單純把怪卡死 所以我就覺得沒有什麼好提的 好,那第三關 好,那第三關呢 好,這兩隻 好,我第一洞有點失誤 我角度射得太小了 好,所以就沒打死 那上面這個兩隻應應還有這個哈托爾呢 他們都是要一起打死的 不然他們就會再互相復活 好,下一邊凱特希被卡住 我們就先卡死那個黃鬼 好,那這邊 呃... 我想說靠賽一下嘛 結果... 呃...就... 沒什麼效 好,浪費了移動 好,輪到搞瑪瑪 那搞瑪瑪就上去 他有超反重吼 然後他本身又是速度型 那你可以再給超速度啦 他的腿會更長一點 不過不是必要的 那你看像現在這樣 我搞瑪瑪沒有什麼加級喔 那還是可以一擊殺哈托爾 所以... 呃... 其他的暗屬角色應該是都不用太擔心 好,那第四關 這一關稍微吃一點位置吼 那我這邊凱特希剛好位置還不錯 好,就直接這樣子 OK,就順利把三隻給清光了 那一樣吼 如果你沒清完的話 他們一樣會互相復活 OK,那接下來就是剩下的大黃鬼 那大黃鬼就降防了嘛 那降防的話 倍率還蠻高的 你看像... 友情啊 我們職歐還有友情 你剛剛看到的都還蠻有傷害的 好,那他血剩不多了 我們就直接把他帶走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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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第四關結束 好,第五關 好,直接卡死怪 當然,其實你在這關有另外一個選擇 尤其是如果 你沒有帶很多凱特希的話 我建議你這麼做 就是先把右上那個盾給打掉 因為右上那個盾會放傷臂出來嘛 但是那個盾 其實你多打幾次他還是會爆掉的 我會建議你可以先考慮結束那個盾 就是先把那個盾給解決掉啦 那整關沒有傷臂的話 這一關就還蠻安全的這樣 好 SS很痛齁 好 第五關結束 我們就又進王了 好 那王關呢 有這個左上右下兩組小怪嘛 一樣 我們就像現在這樣子 階梯卡 這樣子把他們卡死 注意齁 那王在開場的時候會放一個小小痛的爆炸 沒有到非常痛啦 而且都是在開場放嘛 正常你有蝶韻 有這個 開場補一半血的話 應該都不會太有壓力 你稍微注意一下就好 好 那我們這邊呢 順利的把兩組小怪給卡死了 那王就會降防 那你同時也降下兩個他旁邊的裝備 還是 隨便啦 反正 他們底下也有一個血條嘛 那假如說你把那個血條打掉的話 那傷臂就不會放出來喔 欸 就像現在這樣子 好 雖然我們沒成功卡進去 但你看 我們成功把一個 OK 把下面的血條打掉 你看 就只剩一個傷臂了 原本有兩個嘛 好 這邊 雖然我是雞的狀態 但 我覺得還是卡進去好了 OK 像現在這樣子 看 輸出還是有的 然後又變回來了 OK 好 那因為接下來打王一的過程 稍微冗長一點啦 我們就快轉跳過吧 好 那這邊呢 呃 我覺得再拖下去不行了 我決定直接開一個SS 反正你有觸發聯西的話 他有超SS回合縮減嘛 其實你可以很頻繁的開到他的SS 好 這邊還吃到劍 OK 非常好 OK 那到王二的時候 我 聽我一句話 我十分建議不管怎麼樣 你就把這個盾給打掉就對了 就像現在這樣子 好 拜託你一定要把盾打掉 尤其是你沒有太多凱特希的話 因為這一關呢 呃 如果你沒有把那個商壁打 商壁盾打掉的話 齁 其實還蠻有壓力的 好 那商壁盾打掉之後 我們就開個SS OK 本來想要清怪的啦 結果那個怪都被那個導引蛋給清完了 好 就多少打王一點這樣 好 這邊 我們就直接橫打 OK 你可以看到 有吃潛力& 的這個 傷害是很痛的齁 OK 到尾王 好 尾王一樣 有兩 一隻哈托爾配一隻陰影 那這組是會復活的齁 要一起清 不過相較這個第四關 稍微好清一點啦 OK 那我們就把他清掉 OK 好 再來就是上面那隻商壁怪 那我這邊在想說 到底要不要開SS 因為我本來想說等王將房再來開的 但是 我後來想了一下 先解決商壁怪比較重要 好 那反正他應該也活不到 下一次凱特席了啦 嘿 所以我們這邊就開掉 好 把商壁怪解決掉 商壁怪血感覺有點厚齁 好 那這邊 順利的把怪給清掉 然後王也降防了 好 那這邊 呃 就 卡進去吧 正常的卡進去 這樣 OK 多少開點傷害 不過其實不重要啦 因為你看我2P的位置 其實 等一下就開SS 他是注定要死的 嘿 其實這一棟沒卡進去 也沒有關係 好 那我們就直接 開SS 送他上路 OK 好 一發結束 好 那喜歡這部影片 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我是原 大家 掰掰